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粽子 小卷毛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好几天了 我可终于见到你了 小宝宝 凤琪啊 这算起来你在法国也待了五六年了吧 是啊 好久没见你们了 爹 起 加曼 航警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们俩原来认识啊 那 那太好了 凤琪你还不知道吧 现在航警啊 是你三哥的媳妇 原来你就是三哥的媳妇啊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啊 老爷 那个东大营那边来电话了 好 你招呼一下 好 走 你进来坐吧 好 走 来来来 走 前两天啊 在大美百货 多亏了航警帮我抓小偷 否则啊 我的钱包可就没了 我们家航警啊 就是热心肠 就爱帮助别人 既然你们认识了 那就好了 也不用我介绍了 看看这俩小家伙 长这么大了 还记得凤琪姐姐吗 小时候 我可抱过你们呢 凤琪姐姐真漂亮 凤琪姐姐 我判星星判月亮 总算把你给判回来了 这次回来 你可不能走了 你要好好在校府陪我 你啊 还跟以前一样 没长大 什么事儿这么热闹 三哥 你看谁来了 小粽子 小卷毛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好几天了 我可终于见到你了 没想到 你还记得我外号呢 那怎么能不记得呢 别看她现在 窈窕淑女的样 打小啊 就喜欢把自己 裹得跟个粽子一样 里三层外三层的 还说我呢 别看你现在是军团长 小时候一偷卷毛 只要殊不知头发呀 就哭鼻子 谁哭鼻子啊 你哭鼻子呀 快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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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呀 你怎么还爱喝 这草莓味的汽水 这多少年啊 你小时候 不也喜欢喝汽水吗 我记得你喜欢喝的 那个叫什么牌子来着 山海关 对不对 看来啊 还是我凤琪姐姐 最了解三哥啊 她怎么能是 最了解我的呢 我必须最了解你啊 你从小到大 都很洁癖 衣服啊 被子啊 不能有 一点点脏东西 我记得上学堂的时候啊 七姨娘来来回回啊 给你送了好几趟呢 是不是啊 七姨娘 你说得没错 我们家老三 小时候最能折腾人了 你们三个 今天压根就是联合起来 批斗我 才听出来呀 就是批斗你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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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